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 願持利與你同在 帥狗不有錢搶先看完了數碼寶貝02的劇場版 The Beginning 這支是我的心得分享 前面我先跟大家分享的心得是不會有劇透的 但後面就會有劇透的心得分享 所以說如果你只好奇這部電影好不好看的 可以稍微再看一下下 你就會有答案啦 關於這部電影這幾天我收到了蠻多問題的 其中有四項特別容易重複 那我這邊就一一回答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這部電影好不好看 答案肯定好看啊 啊這裡我可能要講稍微一點逆風的話 對我來說這部甚至比Last Day Evolution還要好看 請各位最終進化粉絲放心啊 我這裡所謂比較好看並不是說他做的比Last Day Evolution好看 只是單純我覺得The Beginning的選題 是我喜歡的議題 所以有投其所好的因素加分 第二個問題這部電影好哭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欸 為什麼我這幾天會那麼多人問這個問題啊 那當然這部電影肯定是感人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感人並不是那種 容易刺激人類類型的東西 他感人是一種更深層情緒的東西 我覺得他講的故事比較苦澀 會有同情心或難過的情緒出現 可是還不至於破防或是哭出來啦 那我覺得哭點這個就因人而異 像我自己就覺得再見可汝很好哭 可是也有人覺得還好 甚至不知道為什麼我會為了動物哭 一部電影好不好哭啊 說穿他本質就是情緒主觀的問題啊 他不是一個是非題 那對我來說啊 這部電影肯定是沒有Last Day Evolution好哭的 講到這個我就覺得這是Last Day Evolution厲害的地方 因為他講了一個我早就知道結局的故事 因為不管怎樣 雅谷獸跟加布獸一定會回到太一身邊 但是我在有這種 大前提的情況下 我看到最後這一幕我還是破防了 我覺得這就是Last Day很厲害的地方 第三個問題是看這部電影要補前作嗎 第四個問題是 這部電影跟Last Day有連結嗎 我一次回答這兩個問題 首先要不要補前作 他有補前作肯定是比較好看的 因為這部電影啊 粉絲服務的成分不算低啦 所以你有前作知識量的加持 你看到他的彩蛋才會更興奮嘛 而且裡面有些人物的行為動機 確實是需要累積02TP版的 故事 你才會覺得合理 但是這裡講的是加分 其實我認為 The Begin就算你沒有看前面的作品 真的什麼都沒看的話 你還是能夠看懂 這部電影想講什麼故事 主要是因為這次的故事很獨立 他幾乎可以說是跟前面的作品 沒有什麼連結 所以這裡我可以順便回答Last Day的問題 確實是結束了Last Day之後的事情 不過幾乎沒有提起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次的故事格局比較小呢 因為我覺得這次導演很專心的去講好新人物的故事 就這次人物的主角是Lay 整件事情起承轉合 幾乎就是他跟他的數碼寶貝包辦 啊02的被選召的孩子啊 我甚至覺得他們比較像是 以經濟過大風大浪的前輩 在幫助他的角度 在參與這次的故事 雖然大譜很搶戲 可是我覺得這部電影的真正主角是Lay 導演確實把時間都交在他身上了 也因為這樣的處理啊 才會讓我覺得這次的Begin的故事 起承轉合非常的順暢 如果你是對於社會議題啊 家庭還有成長 這些主題有興趣的觀眾啊 看這部電影 你是能夠看到你想看的東西 這邊做個不劇透的強行總結啊 我覺得啦 The Begin是一部 重視文系的 數碼寶貝作品 他想討論主題 貫徹02一貫的風格 比起01他更加的真實 更加的社會化 也沉重 黑暗 這幾個元素對一些01的粉絲來說 是一個減分的項目啊 但我覺得02始終貫徹自己的主軸 是一個可貴的事情 那也因為是這樣的關係 如果你是抱持著想看 比較爽的戰鬥戲的話 那The Beginning可能會讓你失望 新的分享他是一個完全主觀的東西 那接下來如果你聽到我說的話 覺得跟你意見不同的話 那很正常 我們就互相尊重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見想分享 也歡迎在留言區提出你的看法 那在這邊也請各位想分享 討論劇情的朋友先幫我加個防雷線 我們留給還沒看過電影的觀眾朋友一個比較好閱讀留言的空間 謝謝你 我先簡單講一下這個故事的架構 其實他真的很簡單 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 自稱 第一個跟數碼被建立關係的人 大和田淚跟他的夥伴 烏科獸所引發的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會影響到全世界的人 跟數碼寶貝 在淚四歲的時候 他被 陰晴不對的媽媽 家庭暴力 被丟到陽台外 外面還在下雪 他很冷 在這個惡劣且壓抑的情緒下 毫無預警的 一顆數碼蛋出現在他面前 這顆數碼蛋就是 烏科獸 烏科獸說自己啊 是跟神聖存在有連結的數碼貝 說他有非常強的能力 就是 可以滿足你任何的願望 那累啊 他學願望就是 想交到朋友 到了烏科獸這邊就是 好 會讓全世界的人 成為你的朋友 就這樣他們達成了一個約定 之後幾年啊 累也確實因為烏科獸的關係 過得幸福又快樂 原本殷勤不定的母親 對他非常的好 然後病危的父親 突然好了 爬起來回去工作 也好好照顧累 身邊也交到好多朋友 哇快樂得很啊 可是這場生活到了累 12歲的時候 發生了異變 這邊補一個設定 累他是 2月29號出生的 所以4年只會過一次生日 非常的可憐 那他12歲的時候 看電視 看到了什麼 奧米加獸打 迪亞波羅獸 超迪亞波羅獸 沒錯 這次數碼貝電影版 是貫徹他一貫的 幾乎良傳統 無論如何都要虐一次 奧書 就算奧米加獸在電影沒登場 沒關係我們不會透過 TV的電視畫面 再虐他一回嗎 幹得漂亮 累看了那個畫面中發現 哇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這時候無可受單人黃金解說 告訴他 你的夢想是要很多朋友嘛 那我就要創造很多跟你一樣的人 什麼叫做跟你一樣的人 他把有數碼寶貝 夥伴關係的人 歸類跟累 是一樣的 所以他創造了許多 被選造的孩子 這邊補個小設定 就是累曾經有說過 希望朋友會保護他 又入獲行程 他的朋友在保護他的局面呢 就是讓他的朋友 有戰鬥的對象 這個戰鬥對象 就是超迪亞波羅獸 所以從這個設定來看 之所以會有被選造的孩子 以及這一連串戰鬥 都是因為累的願望 就這樣 累就發現 這不對勁啊 我只是要有個普通的朋友 我沒有讓人 為我去戰鬥打架 我也不希望發生這一切的事情 這時候累才注意到 事情有點不對勁 這時候他的父母 像突然失去的電源一樣 倒在地上 烏克獸伸出了恐怖的觸手 為父母充電還說 哎唷爸爸媽媽媽 不行喔 累再看 給我起來 真的蠻恐怖的 因為這部電影把氣氛塑造得有點像 我覺得有點像克蘇魯 就是 喜歡的 真的會喜歡 好累這時候才知道真相 哇原來我的 夥伴 我的朋友 背著我一直洗腦別人啊 累一氣之下 就把自己的 暴龍機給砸了 撕暴過程啊 累還不小心弄傷了自己的右眼 不過 就算累已經起了殺星 烏克獸滿腦子 還都是保護累 看到累眼睛受傷 烏克獸馬上把自己眼睛拔下來 撞到累的眼睛上 呵呵 於是磨一組喔 血輪眼熱插吧 還是千里眼 當下的畫面只能用詭異來形容 不過就算烏克獸付出了一顆眼睛 累還是沒有改變他的想法 一技狠狠的嘴頓 把烏克獸嘴破防了 然後丁宮裡會 烏克獸就消失了 十二格多年到了電影開始的時間 烏克獸的蛋突然出現在東京鐵卡上空 累嘗試跟他接觸不慎掉了下來 飛蟲獸接觸了他 然後就開始了 02主角群跟累的接觸 那接下來的故事 超簡單 累啊因為跟大補等人接觸發現 其實數碼寶貝跟人的感情並不是 因為超能力建設的 說不定他們透過時間的相處 是真的能夠建立 真正的友情 他潛意默化的被02主角群影響 他開始相信 說不定他之前對於數碼寶貝和人之間的關係 理解有點太偏接了 慢慢卸下自己的心法 只是有點來不及了 因為烏克獸已經開始他的行動 但烏克獸並不是沒有留機會給累 那講到這邊要告訴大家烏克獸到底想幹嘛 他這次出來還是想要滿足累的願望 烏克獸打算一口氣 向全世界的 孩子 向全世界的人 放送數碼寶貝 呵呵呵 好狠對吧 那要不要阻止他 其實02主角群他們有陷入小小的爭執 思想辯論 就說要不要阻止他呢 為什麼不要 為什麼要這樣子 結論就是他們阻止 然後他們要如何阻止 烏克獸呢 那就是讓 雷跟烏克獸 達成和解 因為雷也蒙心自問過啦 雖然摧毀了烏克獸 但是他知道烏克獸是真的為他好 讓雷想通的是大福的一句話 應該是大福講的吧 你知道烏克獸喜歡什麼嗎 烏克獸一直為你付出 烏克獸知道你想要什麼 需要什麼 但是反過來 你知道烏克獸喜歡什麼嗎 這個問題 直接扎心了 其實整件事情就是因為一個 小朋友不懂事小朋友 突然獲得了強大的力量 像許願池的力量 才引發了悲劇 那這個悲劇也是建立在 烏克獸跟雷之間 沒有良性的溝通 誤會導致 不過也沒辦法 你不能去怪雷 因為雷畢竟當時只是個小朋友 他怎麼會知道那麼多呢 那最後也沒有懸念的一定是 主角群贏了嘛 烏克獸被擊敗了 可是烏克獸被擊敗他是用 化療的方式 我說真的是化療 淚進入了烏克獸的核心 跟他達成了共識 也和好了 最後留在外面的是一個 巨大有攻擊性的皮狼 就靠帝皇龍甲獸收掉 大概就這樣子 好這就是簡單的 故事架構 所以他第一個原因就是 人設沒有崩 人設沒有崩 聽起來很簡單 但其實他很難 因為作品的改變他是有好幾個因素導致的 就像作者好了 作者畫著畫著 心境產生轉變的時候 他在塑造角色的 形象上也會有改變的 我覺得一個很經典的電子就是灌籃高手 他原本畫的是比較英雄主義的櫻木花道 可是到了最新的劇場版 他竟然放棄這個英雄主義 反而去畫 攻城良鐵 作者的心境轉變也會影響到角色的塑造 再來就是如果換製作團隊呢 啊製作團隊不同了 我甚至對以前人物沒什麼認識嘛 所以 角色的人設崩塌是一件 不要說ACG啦 你看電影也是很常發生的事情 但是這次 The beginning 他真的是 穩穩的控制住了 人物的形象 還很好地做到了 這些人物長大之後 可能會產生轉變的形象設計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不簡單的事情 第二個優點就是 人物的智商在線 不管是什麼類型的作品 有些時候為了推動故事 會強行削弱角色的智商 這看來就很 很噁心被威力口答辯的感覺 還好這部沒有喔 這部角色的智商都是維持穩定在線的 甚至裡面的人會講出一些 我在看電影 我一個有上帝視角的人會想講的話 這才是正常人該講的話 小金啊 加爾都幹過類似的事情 就連馬英獸也有講過類似 智商在線的話 他貝類質詢的時候 你看 人家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你好可憐喔 你是奴隸喔 馬英獸就回答 沒有這是出於我個人的意志 我也想這麼做 這才是正常人嘛 不然比較低智商的作品就 就表現我被他嘴到不知道怎麼回答怎麼辦 這部作品的人物的對話 我是很喜歡的啦 而且 他設計的一些對立喔 還真的會反映到我們 觀眾人 就像我看完電影之後 我跟朋友聊天 我就說 你就類說的設定有沒有成立啊 因為他跟烏克獸的關係 才有被選召的孩子這種東西 那我跟我朋友就持不同的意見 他作品面的人也持不同的意見 而我跟我朋友的論點 也恰好是 電影裡面人物的論點 所以我覺得這就很棒了 第三個優點就是他故事講得很好 我前面說過 他講的是一個比較偏 社會議題的故事 然後也比較沉重黑暗 我自己也比較喜歡這個故事 所以 這對我來說是個優點 不一定是每個人優點啦 那除了他的利益 是我喜歡的主題之外呢 他也確實做到很好的起承轉合 故事是很順暢有個圓的 你不會看來就覺得那裡怪怪的卡住 當然有些比較意識流的表現 你會看到有一點腦霧 但整體故事是順暢的 第四個優點就是他的氣氛塑造 我前面說過 024有一點克蘇魯元素的東西 那這部作品 也確實把這元素放大 在某些畫面的配色啊 跟敬畏你確實會感到 你蠻壓迫的 以上這四個點是我蠻喜歡這部作品的優點 這部作品有一個缺點讓我很不舒服 就是 為了賣情懷 印銷角色 我問你啊 你覺得人面戰陰獸跟天女獸誰比較強 啊啊啊啊啊 好啦 面對大boss的時候 天女獸被他一觸手一巴掌下去 就退化了 你為什麼不捆綁 我是說 不合理吧天女獸欸 我一巴掌就沒了 這個一巴掌退化其實就是為了讓他進行合體進化嘛 我們都想得到 讓他做人面戰異獸 但是你仔細想就很不舒服啊 講到這裡要把try給請出來 在try的劇情裡面 不管是天女獸 或者是天使獸 他們都是可以進到 嘿各位這大概是我 第一次這麼開心 影片剪到一半發現 我要重錄了 我自己講的缺點是得建立在 try 他是證實的條件上對吧 太棒了 這些消息是 try再也不是數碼寶貝 01的證實 沒錯 他被移除了 幹的好 幹的漂亮 啊數碼粉絲的勝利耶 所以說這段我原本錄的東西 就全部刪掉了 我們直接進第二個缺點 第二個缺點就是 他有顛覆性的設定 這個顛覆性的設定是 我當時在看電影的時候 大腦在戰斗 怎麼會出現這種東西 就是我前面講的 這時候會出現被選召的孩子 有這個關係建立是因為 累的願望 因為無刻受無邊無際的法力 才產生這個東西 這完全就是顛覆了 我看數碼寶貝這麼多年來的 認知 為什麼會有被選召的孩子 因為數碼寶貝世界有危機嘛 所以恆常性找了 被選召的孩子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認識 可是到了這裡突然多了這個設定 你知道這個感覺是很微妙的 這就是 啊 我舉個有點年紀 可能不是那麼恰當的形容 就像當初星際大戰突然多了 泥地原蟲 一樣的概念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跟 故事結構很有衝突的設定 這個設定不僅讓我的大腦戰斗 還挑戰了我一直來跟數碼寶貝 建立了感情連結的基礎 所以 我是不喜歡這個設定的 但是退一步說 數碼寶貝的設定 時常就是走一步 算一步嘛 然後也隨便就吃書的感覺 我們可以不用太在乎 這個設定 而且另一部分就是 這個設定是 類單方面自己講 也是烏科獸單方面說的 所以 這個東西到底能不能成立 有爭議 但是他真的吃書了嗎 烏科獸真的戰敗了嗎 說不定 根本沒有 這才是零二結局的伏筆 現在所有的人 都有了屬於自己的數碼寶貝 哇這有點恐怖耶 細思極恐 然後第三個確定就是 你為什麼要再挖星坑 為什麼要帶出一個 烏科獸這個設定呢 達貢獸的黑暗之海不香嗎 你還丟了一個救急魔王在那邊耶 這個坑這個伏筆有沒有要收的意思啊 為什麼不用 比起這次的新人物 我還比較希望 他們能夠收這條線啊 最後一個缺點 其實我覺得他不像缺點 他反而是我自己丟出來的疑問 烏科獸的超能力 最後打算讓全世界的人 他並沒有說是孩子還是人喔 其實他並沒有明確的定義 他打算讓全世界的人擁有數碼寶貝 那 我想問一下太一跟阿和的 夥伴會不會回來 這其實是一個很衝突的事情 假如說 他這個行為 確實能夠幫太一跟阿和 帶回雅國獸跟加布獸呢 你覺得零二的豬腳群 還會狠下心來阻止他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話題 我甚至在看電影的當下 還以為 會多了這段故事 結果沒有 他就點到為止 也不去告訴太一 哥哥 搞不好 雅國獸回來喔 我覺得是十足的可惜啦 但他也只是可能 並沒有在原本的架構內 所以 他是個可以拔除掉的缺點 因為我想到 所以我就覺得很 往心裡去 啊我想到第五個缺點 我一直覺得很不OK 就是 這部電影時間太短 我的理解啦 因為這部電影只有一個小時 既然你故事講的 已經這麼完整 那你勢必得犧牲掉 打戲 如果說他可以多個十分鐘 多花點時間去詳細刻畫 為什麼 加爾 跟阿武沒有進化到舊集體 為什麼只能選擇合體進化 說不定會更好 或是 只用一兩分鐘 讓裝甲體出來 露臉一下 不是更好嗎 我覺得時間不夠長 是一個缺點 最後一個小補充 看這部電影 肯會讓你的 生日快樂PTSD 罰作 你真的有了嗎 你不能跟人家 不不得了 互相 不幸 我們聊完了優缺點 也大概看完 我對這部電影的看法 不過這是我一刷的心得 可能就有些細節沒記下來 那這裡我為這部電影強行打個分數啊 我可能會給到 7分 或是 7分加 其實在我的心得分享系列裡面 能夠拿到7分的電影 不多 把真的難做的事情 做好了 反而是 那個強弱平衡沒維持好 而且 武打戲看的沒那麼爽 我覺得 太可惜了 這個反而不是 難達成的嘛 畢竟你要讓大家看 很爽的肌肉戲 或是說 服務粉絲 這些東西都還算好做 反而是故事如何講到 人的心坎裡 這是比較難的 他做到了 而且比較容易達成的東西 反而沒做好 我就覺得 實在是太可惜了 那這個就是特點啦 你去看電影院的時候 只要進場有消費買他們的東西 400多塊 就可以拿到的明信片 以及 進場就可以拿到的卡包 但是 他是 我記得他是上映後的 第幾天 才可以拿到的東西 那我們就來開一下這個卡包 看看這是什麼卡 那這個帝皇龍甲獸啊 他其實是你參加數碼貝店家賽 冠軍就可以拿到的卡片了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去打比賽 而且還是 亮面 那第二張是 V仔獸的意圖 他是皮卡 再來就是這次的主角啦 烏科獸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要分享的內容 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那麼一樣 歡迎在留言區分享 你看過這部電影的心得 其他下支影片再見 See you